生意合作没有谈成 一个人来河边散心 发了个朋友圈 没想到前妻找过来了 我还以为你想不开了 正准备来捞你吗 不是 你咋阴魂不散的呀 我的天 我就是想找个地儿 静一静都不行吗 你要真想静一静 你的朋友穿指甲 就不会发定位了 我知道了 我是不是猜对了一半啊 你是想要有人来 但是希望这个人是来的 工作上的事 跟人没有关系 工作 那什么事啊 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呗 正好这些工作压力挺大的 你要工作忙 要不你就先走行吧 跟跟你没关系 跟我有关系 那让我看看 看啥 是不是人生选择错了一次 之后我就没有机会 不是 你别拿人家捧圈 给人家瞎念行不行 人家不会想不够复婚吗 不是 你别那么自恋啊 谁要给你复婚了 我就是 觉得 今年的钱太难赚了 感觉 好不容易有机会摆到眼前的时候 想伸手抓一抓 但是都没抓到 有点 有点怀疑自己 现在是你觉得 人生和未来 跟他们一片天一样 根本看不到边 身手不见物质感觉 身手不见物质感觉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虽然 现在是挺黑的 可是等天亮了之后 它就变得很美 那如果这天一直黑 它就不变亮了 咋办呀 那这不是天都没提了 我觉得 咱俩下定是你眼瞎了 看不见了 哎呀好了小兰 那个 行了 没啥事了 我就 一时半会想自己静静 咱早早回去吧 这都立冬了 怪冷了 走吧 哎呀 不是 小兰啊 你手上什么烫啊 你 你你你你生病了 阿涛 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好像 还没瞎